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喔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这次因为冬奥的关系 看到从开幕式 就已经看到有一些韩国人很有意见了 南韩反中情绪甚至后来还急剧的高涨 南韩的智库还调查 说南韩民众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 从原来2019%52%提高到了74%了 反中的情绪拉高到了一个所谓的临界点 那么光是看到南韩总统的候选人 那种反中的态度呢 你看在里的乙锡悦就说 南韩年轻人都讨厌中国人 可是呢另外一头你看到的是 民主党总统候选李在明呢 现在是为了要选举了吗 所以要赶快急转弯 抗中的态度要拉高 如果中国渔船越界应该加以集成 这是他讲的话 所以这个敬平 你看现在韩国怎么会这样呢 你看甚至还有 我不晓得导播拍到镜头 对就这个图 你在网路上面有看到这个新闻 后来看到那个画面 这位南韩的选手 颁奖之前插了一下讲台 马上就引起了很多大陆网友的愤慨了 就骂他是输不起的垃圾 没有奥运的精神 这种感觉两边那种 不满的情绪都在升高中 这个车文奎啊 没有记错他的翻译 这个是近书华兵的选手 他就是衍生自这个刚刚亮哥提到的 韩国从那个这次北京东奥的开幕式 然后这个有朝 中国有朝鲜族吧 然后所以他们传的这个韩国传统的服饰 引起韩国的这个不爽 然后再加上这个后面有这个选手抗议比赛 叛决不公等等然后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成绩 还有中国的这个华兵的这个教练 还有一个里面东奥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教练 是以前韩国的一个国家代表队 曾经帮韩国拿过很多金牌 后来被韩国排挤退出了之后 加入了中国变成他们的这个教练团 教练之一 然后也被韩国怒指他叛国 这些慢慢的从小细节加深为鸿沟 都拉大了在这次北京东奥事情 加深了这个韩国的反中的这个情绪 那用一个民调数字很明显的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国民力量提名的这个乙锡悦 他的民调现在是43.4% 然后领先的这个跟韩国现在总统文在寅 他的接班人支撑的同样的一个政党 这个李在明 他的这个民调只有40%左右 你看一个43点多赢他3点多趴 所以反中在韩国的社会 获得了好像年轻人的这个共鸣 有没有效 所以逼着李在明 他因为这个选举民调的压力他要跟着喊 那 的确啦一到选举都谁不会 再者从2017年 2015 2016 2017 他们韩国媒体统计过说 当时反就是讨厌中国只有52% 一直到2021年去年年底的统计 现在讨厌中国的民调是74% 足足增加了22% 那当然当2015 16 17年你看那个时间点 就是当时美国在朝鲜半岛在韩国 竟然要强堆萨德 萨德反这个反反飞弹的这个系统 所以让这个中国非常的很反感 然后对于韩国采取一种报复性的动作 祭出禁韩令 所以韩国人也对中国很感冒 所以这一次的冬奥的这个韩姆 等于你知道那种韩国的自尊性很强 我们以前在疫情还没开始长去韩国 就知道韩国的民族性跟自尊性很强 对日本自尊对中国其实也差不多 所以这一次两大主要的候选人 争相的对选民尤其是年轻人 那种不满中国的情绪去拉拢 可以说反映在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 对啊 可是问题是 文在寅又希望能够跟中方交好 然后既然又这样的情绪 那个邱文奎他是以0.07秒 输给中国选手拿到赢牌 0.07秒 那当然就 那还是输啊 领奖做态啦 在地上擦擦一擦啦 那有人就说你是不是在政治抗议这样 那他否认啦 他否认啦 是啊 那还有另外一件事啦 因为韩国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李大县 他第一天一千公尺的时候被罚失格嘛 被DQ 那韩国的愤怒是从那个地方爆发的 那后来李大县在一千五百公尺拿到冠军 那中国的驻韩大使还亲自出来道贺 所以其实中国也想要 中国也想要抚平这件事啦 是 就是说我们其实看南韩当局就是希望能够 把这个降温嘛 可是这个对立的情势却又因为有这个选举 4月要选啦 其实又在升高当中 再加上那个韩国现在的总统文在寅他是亲中的 所以李席院是跟他不同政兵对打 他一定要打李在寅 所以他就打说韩国的年轻人都讨厌中国 所以马上民调就上升 对啊 但李在寅就有这个压力 选举就是这么回事嘛 对啊 来 贝大使 对 我想这个矛盾是越来越激化了 那这个应该从萨德事件开始 对 萨德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对韩国 执行了相当强硬的制裁 那乐天好像整个都撤出了 另外还有一个禁韩令 所以之后韩国本来像什么这些 宋慧桥啊什么走到大陆 那简直是万人迷啊 结果禁韩了一禁以后 所有的大陆任何的影片 任何的YouTube看不到一个韩星 一个韩剧都没有 最近听说慢慢在放 所以大陆对韩国的制裁 当时这个在萨德事件的时候 韩国舆论就说 你要体谅我们啊 我们是在美国人的淫威之下 不得不好 苟延残喘 所以你们真的要抗议你们去制裁美国啊 为什么拿我这个韩国啊 这是当时韩国人有这种心理 当然传统上如果说要说 中国跟韩国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 那也很多 因为韩国人的教 韩国人的历史教科书啊 你拿出来你会吓一跳 韩国的固有国土 几乎把中国的北方好多地方都画进去了 那韩国人还说 孔子是韩国人 他还想收复师徒来 所以你说他在教育这个过程中 他就有这么多的这些啊 这些矛盾存在啊 所以他很容易被激化起来 那现在的话说实话这个最主要我想就是说 还有一些就是说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啦 比如说中国大会对朝鲜族 这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56民族之一啊 韩国人就很有意见 他说我朝鲜族就是朝鲜族 不是中华民族 就是开幕 光看到这个韩服就很有意见了 没问题他出来研编那里啊 对啊他是中华民族 而且这些研编的 事实上这些研编的朝鲜族啊 他去他们过去也到韩国去工作打工啊 听说在韩国受到很严重的歧视 那韩国人对他们也有意见 那再加上现在听说在日本买的韩国泡菜 很多都是大陆做的不是韩国做的 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啊 就是说历史上的情节 再加上现实的一些一些事件 所以就变成现在这个 韩国对中国大陆的印象是很负面的 可是呢同时呢 中国大陆对韩国的印象也很负面 因为他老是说什么端午节是他的啊 最后孔子也变成他了 所以这个是双方都有一些存在的一些 这种相互不能够谅解的情愫啊 好不过讲到中国大陆要放眼未来 亮哥我们看到呢 现在大陆啊习近平领导人 曾对耕地保护提要求 说18亿亩耕地要实至名归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要良田 可是呢怎么官媒的调查说 这个耕地的现况 不但数量少了品质还变差呢 那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提出 要确保菜篮子粮食年产量要至少6.5亿吨 说当前冬小麦的苗芹是偏弱的 要格外的注意 所以现在难道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隐忧 是个问题吗 好解决吗 不因为那个品质变差 我们不知道确切的原因啊 是不是土壤的问题 或者气候的问题 那当然他花了很多的精神 在做稻米还有小麦的品种的改良 实际上园农平安过世嘛 我记得他过世的时候 当地很多人在送他啦 就很感动这样 大概就是说有关那个 粮食品种的改良 这个是人为可以努力的部分 可是气候跟土壤恐怕就不是你能够 能够掌握的啦 那气候变迁确实也影响中国 比如说我也看到几张图片 就是它的水分在流失啊 干旱的一些气候 这个在全世界都变多啦 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嘛 那如果是这种原因啊 它的总体跟地面积一定会变少嘛 那当然他有一些策略啦 比如说他现在也开始跟俄罗斯 要种大豆嘛 所以他俄罗斯也批地了嘛 那让中国农民到俄罗斯 就这个可能会减少从美国的进口嘛 就他大概也在找别的策略啦 那比如说还要把沙漠 变成凉田啦 不过就是这个部分 如果是碰到气候的问题的话 就会比较麻烦 不过沙漠变凉田 那也是一个工程喔 也非常困难喔 对 没有错 而且也不是说一蹴可击的 它是需要花时间去布局的 好 来提醒一下我们线上的网友们 请大家要记得按个赞 并且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回看 增加我们的点阅率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喔 别忘了明天继续收看 头条开讲 再会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次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